是用什麼付錢的請問 PISA的 路卡坐的士越來越受歡迎 有銀行索性發行有感應式付款功能的信用卡 類似百特通卡的原理 500元以下的車資只要拍一拍卡就可以付錢 不用簽名還可以繳付隧道費 同時為化二通增值 付錢方面用家又怎麼看呢 當然你不知道機器後面有沒有人做過手腳 如果是方便都可以的 但也是安全問題 始終如果幾十元後面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比較大問題 服務供應商認為電子繳付車資是大勢所趨 對司機來說是一個機遇 不過乘客支付的車資 司機第二天才可以收到錢 過數又麻煩呢 過數你又要去銀行拿了 其他東西不如收現錢好過吧 平時香港有100部的的士 已經裝作了這一種繳付系統 服務供應商預計 只要市民和司機接受 將會變得更加普及 香港觀頻電視記者周庭軌報導